文昌帝君 英智文 文昌帝君 英智文 帝君曰 无依十七世 为世大俯身 未尝虐名酷吏 旧人之难 忌人之急 敏人之孤 容人之过 广行英智 尚隔苍穹 人能如我存心 天必赐如以福 于是逊于人曰 兮于公之御 大兴司马之门 斗士寄人 高者武之之贵 旧以众状元之选 埋蛇 享宰相之荣 玉广福田 虚平心地 行实时之方便 做种种之阴工 立物立人 修善修福 正直戴天行化 慈祥为国救民 存平等心 阔宽大量 忠主孝亲 敬兄姓友 和睦夫妇 教训子孙 吴曼师长 五五圣言 或奉针朝斗 或拜佛念经 报达四恩 广行三教 谈道义 而话坚丸 讲经史 而小愚昧 既疾如记 何辙之鱼 旧微如旧 密罗之阙 京姑虚寡 敬老连贫 举善见贤 饶人则己 错一时 周道路之饥寒 失官国 免失海之暴露 造漏则之人缘 兴启蒙之一熟 家父提携亲戚 遂机镇继临棚 斗称需要公平 不可轻出重入 奴仆带之宽恕 岂一辈则苛求 印造经文 创修寺院 舍药材已整极苦 施茶水已解可烦 点夜灯 已照人行 造河传 已寄人度 或买物而放生 或持斋而戒杀 举步常看重矣 敬火莫烧山林 乌登山而往情鸟 乌灵水而独鱼虾 乌载耕牛 乌气自止 乌谋人之财产 乌度人之技能 乌寅人之妻女 乌缩人之财颂 乌坏人之名利 乌破人之婚姻 乌因丝绸使人兄弟不和 乌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 乌以权势而辱善良 乌世富豪而其穷困 乌本分而治千功 受规矩而遵法度 协和宗族皆是渊怨 善人则清静之 助德行于身心 恶人则远避之 度灾殃于眉睫 常须隐恶扬善 不可口是心非 恒记有意之语 网谈非礼之言 见爱道之经真 除当途之瓦时 修数百年崎岖之路 造千万人来往之桥 垂训以歌人非 捐资已成人美 做事须寻天理 出言要顺人心 见仙者于耕强 甚独之于清颖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永无恶要加临 常有极神拥护 尽报则在自己 远报则在儿孙 百福便真 千详云集 岂不从阴智中得来者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